埃及莫尼菲亚地区的农民正在收割小麦 但这种景象可能很快就不复存在了 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 许多困难迟迟得不到解决 不少农民准备放弃种粮食了 我们有最好的土地 最好的工人 如果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 我们能种出世界上最好的庄稼 问题在于政府没有支持小麦种植 作为世界最大的小麦进口国 埃及年进口量为大约1000万吨 埃及政府希望今年国内小麦增产 从而减少进口 农业部一名官员表示 如果政府能解决农民面临的各种问题 的确可以提高国内产量 但这要很长时间 所以埃及必须继续进口小麦 也有分析指出 很多农民没有充分利用土地 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没有给予他们 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本来小麦种植面积应当是目前的四倍 但农民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比如对种子化肥和机械进行补贴 这就是很多农民减少了种植面积 埃及政府透露 埃及目前还有200万吨 也就是81天的储备 所以可以暂缓进口以节省外汇 埃及小麦的最大供应国 依次为美国 俄罗斯和法国 埃及政府目前正在实验一种新的 平整土地技术 以便增加小麦种植密度 上个月 政府宣布在2014年 小麦收获季节之前 修建150个粮仓 取代造成大量粮食损耗的老旧粮仓 今年2月 政府还表示 将提高小麦收购价格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提高 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 有分析指出 虽然埃及政府对增加 国内小麦产量表示乐观 但如果各项措施不落到实处 不足以激励农民充分利用土地 埃及的小麦危机将持续下去 并影响到埃及的粮食供应